三角牛 农村里的事情啊 有很多都是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 就比如这个跳大绳啊 立筷子呀 喝拂水等等 我自小在农村长大 喝着河水踩着石子路 我所在的村子并不大 也就十来户人家 不过别看这村子小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农村嘛 每家每户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畜生 牛啊羊啊鸡啊鸭啊什么的 今天这个故事就是关于牛的 我隔壁住的是陈大伯 他是个脚踏实地做事勤恳的老实人 他家里呢 就他一个人 也没有娶老婆 陈伯养了两头牛 那年秋天 母牛生了一只三只脚的牛 这平常村子里屁大点事 都能传得人人皆知 这次更是不例外了 村子里的人 聚拢在陈伯家门口 看着那只生出来的异类 有人说这三只脚牛是妖怪 不能让他长大 不然以后这村子里会倒霉的 也有人说 他是神灵下凡 来查看人间现状 陈伯呢 是不姓鬼神的 听他们又神又鬼的 就有些生气了 管他是什么玩意儿 又不是你们家的 说什么香话呢 这村民全当看热闹 见陈伯生气了 也不再瞎说 纷纷就散开了 等人群都散了 我才亮亮呛呛地跑过去 陈伯平常很喜欢我 见我来了呢 就招呼我 带我进旁边的牛圈里 看三角牛 小狗子 你看那牛 奇怪不奇怪 牛围栏高得很 我垫起脚 将往里面一瞅 母牛竟然倒在地上 一动不动 身子瘦的都见了骨头了 旁边那只三角的牛儿 刚出去就有一只 大狗犊子那么大 我一只小手搭在圈门上 转过身 一脸猛逼地给陈伯说 陈伯伯 你看那母牛 好像死了 陈伯一听我这话 脸色有些不可思议 立即趴在牛圈那 一瞧 果真如此 哎呀 这怎么回事 前一会儿还好好的 这会儿咋回事啊 陈伯打开牛圈 蹲着摸了摸母牛 已经没气了 哎呀完了完了 这一年又是白忙活了 我那个时候啊 也不懂这死一头牛 是农民一年的收成 听到家里人叫我吃饭呢 也不给陈伯打声招呼 就跑回去了 这后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放暑假回家的路上 见着陈伯的那只三角牛了 居然一点也没长大 还是像一只狗犊子一样大小 在屋里 陈伯刚好在我家 跟我爸闲聊呢 天气比较热嘛 两个人 一人一把大扇子 呼呼地扇着 我爸见我回来 叫唤我去屋里 拿西瓜出来 我把书包一放 就进屋子里去了 出来把西瓜 放在桌子上 我就忍不住好奇地问陈伯 陈伯伯 你那只三角牛 为什么还没长大呀 陈伯端起一块 放在嘴里说 哎呀 那三角牛可深了 肯定是神仙下翻来的 你说神仙肯定是 与众不同的吗 对吧 看着我一脸的雾水 陈伯接着就说了一个事 这三角牛啊 我之前见它长不大 就准备拿到市里 去当宠物给卖掉 毕竟这长不大的牛 还有什么用处呢 天天白吃草 那天下午我就拉它出去 你们猜遇到谁了 陈伯故意掉了一下我的胃口 我爸也是笑笑不说话 我摇了摇小脑袋 继续倾听 出村子 不是要路过一片缸子吗 就是坟地的意思 我到那儿就绕不出去了 你说奇怪不奇怪 走了很久 我累了就停下来歇歇 一屁股坐下去吓我一跳 那空地呀 一下成了一块心坟 我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冷战 陈伯说的是有声有色 听得我有些害怕 我一下子就蹦起来了 撒腿就跑 那牛啊 没跟着我跑 怎么拽都拽不动 我就纳闷了 你这一个狗犊子的模样 我怎么地还拽不动呢 这想着的时候 牛啊就跟着疯了一样 去撞那块心坟的杯子 我就怕了呀 人家心坟 要是被你这蜂牛给撞坏了 还不得找我麻烦呢 我就赶紧想去拉着它 哪知道那坟地里呀 突然传来一声求饶声 说我不敢了 再也不敢害人了 这牛在那儿停下 等我缓过时来一看 天都已经大黑了 我还躺在心坟上呢 我怕呀 这后面再遇到这种怪事 就没敢走 带着牛儿就回家了 哎呀 要不是有这牛儿 我还真被那玩意儿给害了呢 我一边听一边 想象着当时的场景 这鬼的模样 你说是啥样呢 陈伯把西瓜吃完 就给我摆摆手 牵着牛回家去了 我就问我爸 爸爸 你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吗 我爸笑着摸了摸我的小脑袋说 哎呀 没有 别听你陈伯说故事 都是假的 多吃点西瓜 待会儿爸爸教你做作业 当时我以为一切都是虚构的 后来发生了让人想不到的事情 让我直到现在都记得一清二楚 就在我回来后的几天晚上 天上啊 都不见月亮 轰隆隆一会儿就打起雷来 我害怕地缩着 不敢睡觉 大雨突然就倾盆而下 哗啦啦打在我家的木瓦房上 门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撞门 连撞了好几下 门砰的一声被撞倒了 我联想起以前看的鬼片 这时候千万不能去看 不然就会被鬼抓走 想到这里 我缩得更紧了 我爸被吵醒 以为家里进了贼 就抓起扁蛋冲了出去 哪知道不是贼 而是陈伯家的那只三脚牛 哎 你这牛儿 怎的要来撞我家门呢 我爸有些生气了 扁蛋直接往牛身上打 可是这牛完全不怕 挨了一下之后 往我房间里撞了过来 我被吓得不轻 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我爸怕这牛撞到我 上来想要拦住它 不过已经晚了 那牛儿已经在我面前了 接着一口就咬在我的胳膊上 把我拖下了床 一看到这个情形 我爸就用扁蛋噼里啪啦的 给这三脚牛身上一顿揍 别看我爸体格不算健壮 但这一扁蛋打下去 牛儿身上就出现了血迹了 哗啦咔嚓 忽然这么一声巨响 把我和我爸都惊呆了 在我床上的空位置的木头 不知道什么原因 咔嚓一下就断了下来 还有一些尖锐的瓦片 全砸在我前一秒还躺在的床上 三脚牛松了嘴 呜呜地舔着刚刚被打击的身子 我爸爸扔掉扁蛋 嘴里一声接着一声地给牛儿 又是道歉又是感激的 陈伯听到动静也赶了过来 得知了事情的经过 跟我爸是打着手电 连夜去山上找了些草药 给牛儿敷上 后来村子里都知道了这件事 有一些特别迷信的 还带着香纸稻草这些 来看这只神牛 过了五年 陈伯因为患了某些病去世了 他又无亲无故的 我父亲就替他简单地办理了葬礼 毕竟陈伯养的牛 还曾经救了我一命呢 葬礼进行的时候 这三角牛被关在牛圈内 终日不吃东西 等到陈伯出殡那一天 三角牛冲出了牛圈 挡在送行的队伍前面 扑通一下 对着陈伯的棺材 就跪了下去 料理完后事 村里人再回去的时候 那三角牛已经不见了 听说有人路过陈伯坟前的时候 见到了一只像狗大小的牛儿尸首 跪在了坟碑前 古井声音 有一天 村里有个人因为外出喝酒 回来的时候呢 天已经黑了 这村里可不像城里 一到了晚上 除了点点灯光 很多人都已经上床睡觉了 村里人白天要出门劳作 晚上是休息的时间 加上这村里没有什么娱乐场所 也没有习惯过夜生活 所以啊 睡得比较早 这个男人喝得是醉醺醺的 他嘴里哼着歌 晃晃悠悠的 向着家的方向走去 在路过一个院子的时候 他忽然听见 有人在叫救命 这男人呢 就愣了一下 酒醒大半 他记得这个院子很长时间没人住了 没人住的院子里 怎么可能会传来救命的声音呢 难道是因为自己喝醉了酒 产生了幻觉 男人站在原地 竖起耳朵 仔细地听着 一阵虚弱的女声响起 家妹啊 家教我 声音不大 也断断续续的 是男人打了一个机灵 大半夜的 谁会在没人的房子里喊救命呢 他就想起老人们说的话了 这晚上走夜路的时候 听见有人叫你 或者有人拍你的肩膀 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 引起你的注意 这个时候啊 千万不能好奇 正所谓好奇害死猫 有时候一个人的好奇心 会把自己害死的 这男人吓得不轻 不管里面的人是谁 他都不想管了 那声音还是断断续续地响起 男人惊恐地尖叫一声 骂呀有鬼 然后那就一溜烟的 跑回了家了 男人大病一场 好不容易醒了过来 见人就说那院子里面有鬼 晚上听见了 凄厉的女鬼叫声 人们都是惊恐万分 特别是住在旁边的几家 这渐渐地 听见叫声的人不止一个了 有好多人晚上 路过那座院子的时候 也能听见那凄厉的哭喊声 就算是胆子再大的人 也不敢进去看个究竟 一时间是人心惶惶 大家都认为 那里住着一只厉鬼 快天黑的时候 路上就没有一个人了 大家早早地回到家里 不想出来被女鬼抓住 几天以后 那悲惨的声音停止了 人们这才松了一口气 人们以为啊 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可一段时间之后 那凄厉的叫声 又响了起来了 声音比以前大了很多 也清晰了很多 每到天黑的时候 就有女人的哭声 从里面传来 声音嘶哑而又凄惨 像锥子一样 直往人的耳朵里钻 听见鬼叫声的人 都觉得是一阵阵的 头皮发麻 头脑发胀 耳朵生疼 住在附近的人 每天都生活在惊恐当中 其中一个人实在受不了了 于是就报了警 警察很快来到这个地方 他们敲了敲门 没有人开 里面甚至一点声音都没有 看着门上的一把大锁 已经是秀气斑斑了 这里应该很长时间 都没有人住了 住在附近的人都说 这家人外出打工 赚了一些钱 全家搬到城里去住了 这座院子呢 就这样空置下来 里边根本没有人住 也没有人看到有人进去 小勇用一大把钳子 剪断了链子 用力一推 门咯吱一声就打开了 很久没人住的地方 有些夸张 门打开的一瞬间 小勇似乎还看见了 一层灰尘 慢悠悠地落下 他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 这院子里面的房间呢 都是紧紧地关闭着的 里面落满了灰尘 但是院子里面 有一串脚印 延伸到院子里的 一口井里边 小勇看了看同事 吐出一口气 踏实地说道 看来这并不是 什么灵异事件 而是有人作祟 他就看了看 这院子里的脚印 接着说 脚印不是很新鲜 应该不是最近几天 留下的 小勇将目光 放在院子里的井里 他有一种直觉 在这井里面 一定有什么 不同寻常的东西 这井口上面呢 有一块大石头 挡住了井口 这不是电视里的情节吗 小勇想起 以前自己看的电视剧 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 扳开井上的石头 一阵恶臭扑鼻 里面赫然躺着 一具腐烂的尸体 小勇使劲甩了甩头 这又不是在拍电视剧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呢 小勇和同事呢 就鼓起勇气 移开了井上的石头 一阵恶臭扑鼻而来 小勇虽然有了心理准备 但还是忍不住干呕了一下 他看见同事的脸上啊 表情也很是痛苦 太丑了 小勇努力地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 往井里一看 顿时吓得是浑飞魄散 只见在井里面 有一个长头发的女人 准确地说呀 在井底有一具女人的尸体 小勇大叫一声 井里有尸体 是一具女尸 这旁边的人听到 他的叫声议论 纷纷纷地发出了惊恐的叫声 附近的人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他们每天晚上 听见女人的惨叫声 不知道是这个女人 临死前发出来的 还是女鬼发出来的 这一时间 所有人都觉得背后一阵发冷 这么多人都听见 女人凄厉的叫声 说明这声音啊 是存在的 这不禁让人觉得寒毛树立 女人在干枯的井底 是不可能存活十几天的 而且女人的尸体 已经发出了恶臭 种种迹象表明 这女人已经死了很多天了 如果女人已经死了 那那些恐怖的尖叫声 是谁发出来的呀 这是第一次这么多人遇见诡异的事 确实很难解释 小勇感觉自己这辈子啊 霉运似乎都积累到了今天了 领导却说呀 小勇 你还没有转正吧 你下去把这具尸体给捞上来 我就让你转正 这小勇 这小勇面露难色 领导严厉地说 小勇 作为一名警察 可不能有害怕的情绪 你要知道 我们是为这女人深渊 他应该感谢你 你来我们警队的时间不长 有很多情况呢 你不了解 在队里有很多升职机会 就看你会不会把握 这升职对小勇来说 的确是一个不小的诱惑 他在心里呢 不断地衡量着 这里这么多人 再说了 他们只是听见了 女人的尖叫声 并没有什么人因此而受伤 由此可见 这女鬼并没有伤害人的意思 而且现在是大白天 这女鬼不会这么厉害吧 小勇最后啊 终于鼓起了勇气说 那好吧 我下去 我也是在做好事 想找到伤害女人的凶手 我想他应该能理解的 准备好了一切 小勇被一根绳子吊着 慢慢地往井下降 这井呢虽然不深 而且哭了很长时间 整个井显得是比较干燥 这让小勇没那么恶心的感觉 那恶臭的气息越来越浓重 就算是戴着防毒面具 那臭气也能钻进自己的鼻子里 小勇努力地降低自己的呼吸频率 他不想过多地接触啊 这女尸的任何东西 终于 他站在了女尸的旁边 忽然这女尸的头就动了一下 小勇吓得后退一步 他知道啊 现在很多人都在看着自己 他不能表现得丢人 听见上面的人传来一阵尖叫声 小勇只感觉似乎有一只手 抓住了自己的头发 头皮一阵阵发麻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他看见女尸现在正看着自己 眼神里全是幽怨 这女人呢一定很不甘心 自己就这样死于非命 小勇是冷汗直冒 他小心地说 我是来帮你的 你可不要害我 这通过防毒面具 小勇竟然看见了 女尸对着自己诡异地笑了 领导说 小勇 别磨蹭了 快点将绳子绑在女尸身上 我们把她拉上来 小勇深深地吸了一口凉气 强忍着内心的恐惧和恶心 将绳子绑在女尸身上 女尸被拉了上去 小勇也安全地回到地面 领导乐呵呵地说 好样的小勇 明天你就转正了 小勇脸色苍白 轻轻地点了点头 女尸被送走以后 人们再也没有听见 女人的惨叫声了 根据那天第一次听见 女人叫声的男人回忆 那是十几天前的事了 那时候 女人还是活着的 如果她能去救助女人 她也许就不会死了 窗户外怪生 我是一个农村的孩子 我们那里大多数孩子 成绩不好 或者家里没有能力供养的 就提前辍学 让孩子去读技校 学点技术 将来出身社会 不至于养活不了自己 很不幸 我就是其中一员 而且还是成绩不好 家庭也不好的 2007年3月份 我要正式进入技工学校学习 专专业有很多 什么机电 电子计算机 酒店管理等等 我报的是机电一体化 就读于机电65班 很可惜我们班全是男生 我们班隔壁是电子计算机25班 简称电25 我们学校进门就是大操场 左边是五层的学生宿舍楼 食堂 右边是两层高的教职工宿舍 阶梯教室教学楼 大操场后面就是一个大的舞台 后面是教职工办公室 再往后是一个后花园 再后面就是教职工家属楼 就是从上往下看的一个大写的凹子 男生宿舍就在左手边最后一栋 紧挨着后花园 我们班的宿舍在二楼左边 我和几个不认识的同学一起被老师分配到了214号房间 是个小房间 只能摆两架子铁床 两架铁床之间隔着一个过道 一人一床 只能睡四个人 我和阿林睡在下床 阿红和阿军睡在上床 当天晚上大约凌晨一点钟的时候 我被一阵敲打的咚咚声吵醒了 我本来呢就是一个睡眠比较好的人 当时没在意 翻了个身继续睡 第二天早晨 我就被一阵起床铃声吵醒 睁开眼就看到了一张苍白的脸 对着我 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 吓得我一下就清醒了 我一看才发现 是我上床的阿红 我就生气地问他 你他妈不起床盯着我干什么呀 阿红用很小的声音问我 阿冯 你昨晚有没有听到什么怪异的声音呢 没有 赶紧起开 别等着我 阿红一脸紧张地看着我 然后慢慢走开了 这一段小插曲呢 我并没有放在心上 第三天后 班主任叫了我们宿舍 除了阿红之外的另外三个人 去他的办公室一趟 一进办公室 班主任就问我们三个 你们谁欺负谢红了 这我们三个都是一脸怀疑地看着对方 老师看我们三个这个模样就说 你们没有欺负他 没有啊 那他为什么这几天 让我给他换个宿舍 行了 那你们回去吧 这回去后 我们就问阿红 那为什么你要换宿舍呀 阿红摇了摇头 什么也不说 之后本就少言的阿红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 直到有一天 我半夜起来上厕所 看见窗前站着阿红 他背对着我 就那样一动不动 阿红 你怎么还不睡觉啊 一阵像是走廊深处传来的声音 睡不着 被尿意憋醒的我也顾不上注意这些细节 急忙忙地往厕所冲去 一个星期天 我们返校的日子 我 阿军 阿林 三个 哎 你们有没有发现 最近阿红怪怪的 阿林接到 哎呀 就是啊 我也发现他怪怪的 有时候半夜醒来 看见阿红一个人站在窗口 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窗外 我去看窗外 什么也没有啊 哎 有一次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也看见了 那 我们要不要告诉老班 阿军就问 阿林说 哎 暂时算了吧 老班肯定会骂我们疑神疑鬼的 哎 对了 阿红这周 怎么这么晚还没来啊 我就问他 哎 就是啊 往常我们宿舍就他第一个岛啊 哎 算了 我们先去自习室吧 等会儿上晚自习了 晚自习了 阿红还没有来 老班点名后 让阿林去宿舍看看 会不会在宿舍里睡着了 结果啊 宿舍里什么也没有 老班只好给阿红的父母打电话 问阿红是不是在家的 得到结果 居然是阿红上周放假后 根本就没有回家 而他父母以为阿红这周不回家 所以就没问 这下呀 我们老班就急了 让我们去网吧 电影院 抬球市场 然而呢 都是一无所获 被逼无奈 老班只好报了警 警察来了之后 去了宿舍 找我们做了笔录 我们就把这些天的事呢 原原本本地说了 然后 阿林就说道 对了 前几天阿红有点反常 总是这半夜一个人 站在窗子前 跟被人 试了精神法一样 一动不动 警察记录下来以后 来了几次学校 就是了无音讯了 阿红父母收到消息 第二天也赶来了学校 要求学校负责 一个月后 警察给出了结果 失踪 或者被害 阿红父母听到这个结果 当时就昏了过去 后来学校赔了阿红父母 一笔钱 阿红父母啊 迫于无奈 只好接受了这个结果 当时这件事啊 轰动了全学校 后来随着期末的到来 学生们呢 也渐渐忘记了这场风波 在放假前一天 我们三个呢 就坐在宿舍里闲聊 不经意间呢 看了阿红的床一眼 就问道 哎 你们说 这阿红到底去哪了 谁知道呢 连警察都查不出来 哎 想想阿红失踪前的反常 你们说 他会不会是遇到鬼了 阿林一脸惊恐地说 我和阿军不虞而同地 给阿林一个白眼 哎呀 我看哪 你现在的样子挺像是个鬼的 好了 别胡说八道了 睡觉吧 明天还得收拾东西回家呢 半夜 我被一阵冷风吹醒 起来一看 也不知道是谁把窗户打开了 这一边想着一边去准备关窗户 刚走到窗户前 就听见了一阵熟悉的咚咚声 下意识地往窗外去看 一名穿着破烂的工人 一手拿着榔头 一手按着什么在敲打 这么晚了还有工人在作业呀 这些建筑工人还真够辛苦的 刚准备关上窗户 回去接着睡觉 那工人站了起来 往深处走去 那人居然没有头顶 看起来啊 就像只长了半个脑袋 还在往下流淌着粘稠的物质 他一手踢着榔头 另一只手 踢着的居然是阿红的头 阿红的头已经完全被敲烂了 还在流着血与脑浆的混合 阿红的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就像我床前那次一样 嘴角还带着一抹笑意 然后我眼前一黑 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第二天 我被阿军和阿林叫醒 阿军就问我 阿凤 你压的昨晚咋了呀 一个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 嘴里还说着什么胡话 就是啊 我还以为你压做春梦了呢 阿林说道 我起来揉揉脑袋说 你压的才做春梦了 好了收拾东西回家吧 心里却对昨天晚上那个梦 心有余悸 第二学期 我就找老班申请换了宿舍 后来直到毕业的时候 我去档案室 帮老班找资料 却意外地发现 修建我们宿舍楼时 有一个工人 掉下来 被榔头砸碎了头盖骨 抢救无效身亡 看到这里 我背后一阵凉 快步离开了档案室 这件事呢 我谁也没告诉 我也不知道这件事 和阿红的失踪有什么联系 但愿那天晚上 我看到的事情 只是我的一个梦 刨坟头 江大飞跟父母一起住在村里 因为江大飞出生呢 就先天在智力方面有缺陷 所以呢 并没有上学 而是每天跟着父母在家 虽然他的父母花了不少钱 给江大飞看脑子 但全国各地跑了好多地方 也没能让江大飞达到正常孩子的智力水平 不过经过一系列的康复治疗和锻炼 江大飞的智力倒是有所提升 不过也只是乖乖的听话 要想去学校学习还是有点困难的 这一年 江大飞家的老房子实在是破旧的不能住了 而江大飞的智力也在所有医院都得到证实是无法恢复的 于是他的父母呢 就决定把钱用来翻盖自己家的房子 对于盖房子 江大飞还是非常高兴的 虽然他不太能理解 为什么他们家这么晚才盖房子 但是看到那么多的砖头木料 还有大帮大帮的人在自家家里 他就感到十分的热闹 而且每天江大飞的父母都会给工人呢 准备一些好吃的饭菜 江大飞也跟着吃了不少 他就在想要是天天都能盖房子就好了 江大飞家为了盖房子拉了不少砖头 可是院子太小就只能把砖头堆砌在菜园子里 这一堆可不要紧 江大飞家的菜园子里 很久以前去世的村民埋在这儿 不过大家都不知道是谁了 因为年头太久 所以大家也只知道那里有个坟 甚至具体在哪里大家都说不清楚 现在这座坟被垒成垛的砖头一压 居然给压出一个洞 可能里面的棺材已经腐烂了 结果就露出一个碗口粗细的空洞 不过因为全家都在忙着盖房子 谁也没放在心上 江大飞的父母就想着等盖完房子以后 再找个地方给这牧主人签坟就可以了 要不总在自己家菜园子里 自己心里也不舒服 之前他就想把这个坟签走 可是一直不知道这个坟在哪里 所以就一直没动手 江大飞也对这个窟窿很感兴趣 因为以前看过一个叫做铁梨花的电视剧的时候 这里面的铁梨花的父亲是盗墓贼 这江大飞的智商理解不了盗墓是什么东西 于是就问父亲什么是什么 父亲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他解释了 盗墓就是刨坟头 而现在他听大人们说 这窟窿底下就是个坟 于是他又想起之前父亲说的盗墓 而且父亲还说呀 刨坟头能赚大钱 至于父亲还告诉他刨坟头是犯法的 他就给忘了 于是江大飞就跑到盖房子的工地上 找了一把没人用的稿头 然后呢就乐颠颠的去菜园子里 刨那个坟头 这一边跑还一边幻想着 一会儿挖出来钱 父亲夸奖自己的样子 这回啊江大飞想错了 因为他的行动先被母亲给发现了 他的母亲看到他在那挖坟气得够呛 大喊大叫的过去啊 踢了江大飞一脚 这江大飞感觉太委屈了 于是呢就去找父亲诉苦 说母亲踢自己 他父亲就问他为什么打他 他说自己在刨坟头 江大飞的父亲呢 听得也来了气 又踢了儿子两脚 江大飞心里这个委屈啊 这明明父亲说刨坟头能赚大钱 自己刨坟头赚大钱 怎么父母就要打自己呢 他怎么都想不明白 到了晚上 江大飞呢就发起了高烧 他的父母以为是白天打了孩子 孩子受惊 于是呢就带他去卫生所打了吊瓶 第二天早上起来 江大飞的体温就降了下来 可是第二天晚上 江大飞又发起了高烧 他的父母看儿子反复的高烧 就带儿子去县里的医院打针 一连折腾了六天 江大飞的母亲感觉不对劲了 立刻就联想到 之前儿子挖坟的事情 于是这夫妻俩抱着适时的心态 带儿子去县城里 找一个当地很有名的道士 给儿子看看 去了之后 他们并没有说儿子挖坟的事 只说呀 儿子这些天高烧不退 看看是不是冲到什么了 没想到那道士啊 只是简单的掐算了一下 就告诉他们江大飞 是因为不敬仙人 动了别人的阴宅了 而且还算出来 那阴宅就在他家东南方 这让这夫妻俩十分的震惊啊 因为那坟头的位置所在 真的就是他家的老房子 这南边的菜园子里 而且在菜园子的东南角 于是呢 他们赶紧就追问该怎么解决 那道士给了他们三张符 让江大飞啊 贴身放着 每天换一张 而且呀 贴着服的三天里 江大飞绝不允许 踏出房门一步 就算是晚上发烧了 也没关系 而且他的父母回家之后 要用三双筷子插在坟头上 这也要插三天 在第四天的时候 江大飞全家 要给坟头烧纸祷告 诚信地跟坟头主人道歉 之后江大飞呢 就会没事了 因为道士算出了 坟头的具体位置 所以这夫妻俩 对于道士的本事呢 是深信不疑 于是他们回家之后 就按照道士 给出的办法操作 江大飞到了晚上 开始发高烧 不过道士说 不让他们出门 江大飞的父母 也只能把白天 提前买来的退烧药 喂给他吃了 好在隔天的早上 江大飞就又能活蹦乱跳的了 好像前一天晚上的高烧 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影响 这三天之后 江大飞的父亲 去菜园子里 把那三双筷子拔了下来 然后带着一家三口 一起跪在菜园子里烧纸 还让江大飞啊 说一些道歉的话语 不过江大飞智力啊 不太会说 于是只能他父亲说一句 他跟着学一句 这到了第四天晚上 江大飞的父母早早的 就准备好了退烧药 就等着一会儿儿子发高烧 给他喂下去 可是啊 一直等到晚上九点多 上床睡觉 江大飞都是活蹦乱跳的 丝毫没有发烧的痕迹 这就让夫妻俩放下了心了 看来儿子的病算是好了 因为江大飞生病 江家的房子停工了好几天 在恢复施工之后 没多久 这新房子就盖好了 在新房子盖好之后 江大飞的父亲 就想到了菜园子里的 坟头千坟的事情 可是之前江大飞 只是跑了几下 就病了那么久 最后还是请道士 给看看的好 他也不敢轻易的 就乱动这个坟 只能再次找到道士 寻求帮助 千坟那天 道士亲自来到江家 先是做了一场法事 要把千坟的事情 告诉坟墓的主人 然后啊 带着人在村外 选了一处 风水尚渴的宝地 江大飞的父亲 在林里的帮助下 把那口已经烂得 快没了的棺材挖出来 然后装进 提前准备好的 新棺材里 在道士的带领下 大家一起把新棺材 抬到了新的坟地 然后雷起了一个 全新的坟头 因为有道士的指导 这千坟十分顺利 而江家也没有 再出过其他的怪事 虽然江大飞的脑子 还不太灵光 但却再没有 无缘无故地 发起高烧过 蜻蜓 我是在江浙一带的 某个小村子里长大的 记忆中的村子 一年四季都是 生机勃勃的样子 春天鸟语花香 我尤其爱 春雨过后的村子 站在院子里 细细地嗅着 春雨打湿青草 露出泥土的芬芳 仿佛度化了世间 所有的不解 夏天的村子是热闹的 是美丽的 水乡的人们在自家田中 有着许许多多的荷花 一到初夏 便早已显露出 尖尖的莲花角 粉粉的嫩嫩的 偶尔会有一两只蜻蜓 停在上面 细吻芬芳 初夏的某一日 我从家里搬来了小板凳 静静地坐在 自家的田耿边 欣赏着这一切 沉浸在自己的 小小世界里的时候 突然头上 仿佛被什么物体击中 生疼生疼的 我捂着头上的伤痛处 想回过头 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 一阵清脆 却略微带着 歉意的声音 从身后传了过来 回头一看 是个和我一般大小的女孩 却羞红着脸 一脸歉意地看着我 对不起 您有没有伤着啊 这是她对我说的 第一句话 小时候的我不善言辞 只是木讷地摇了摇头 女孩以为我是生了她的气 原本红红的脸蛋 此刻更像是 天边的晚霞一般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能原谅我吗 那语气紧张得 仿佛要快哭了 我哪见过这阵事啊 意识也是手忙脚乱 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吞吞吐吐的 对她说了第一句话 没没没关系 我不疼的 说完便感觉自己的脸上也是热热的 烧烧的 女孩以为我总算是原谅她了 挥着手上的鸡毛剑子 对我说道 我们一脚儿吧 便笑盈盈地等待着我的回答 我当时心里就想 原来是这个东西砸在我的头上了 女孩见我既没有同意 也没有拒绝 一时就犯了难了 你是不是不会呀 不会的话没关系 我教你 你看着啊 像这样 女孩呢便笨拙地踢起了剑子 不好意思啊 我其实也不太会踢剑子 女孩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两个酒窝 特别可爱 我拿过女孩手上的鸡毛剑子 自顾自地踢了起来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一旁的女孩看呆了 惊讶地合不上嘴巴 没想到你这么厉害啊 一开始我还以为你不会踢剑子呢 没想到你既然是踢剑子的高手啊 那以后你可得教教我 女孩看起来十分高兴的样子 我呢 则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在这个村子里生活这么久了 这算是第一次和同龄的孩子玩耍了吧 久久地回复了一个 嗯 女孩看我答应了 显得更加开心了 其实我此刻心里也是欢呼雀跃的 村子里同龄的孩子 似乎都不怎么爱和我玩 或许是由于自己的性格原本就比较沉闷吧 现在居然有了一个同伴 真是开心呢 对了 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干什么呢 这里有什么好看的吗 我看你刚才好像都快入迷了一样 女孩仍然是笑意盈盈地对着我说道 我在等蜻蜓 快要到傍晚的时候 会有很多蜻蜓飞到荷花的尖尖上的 我对女孩说道 女孩听了我的回答 一脸好奇的样子 是吗 那我也要看看 说完呢 便从身后的榕树上 摘了几片叶子 铺在地上 挨着我的小板凳 毫不犹豫地 就坐了下来 你坐我的凳子吧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但是呢 已经没有了当初的胆怯 女孩子笑了笑 摇了摇头 没关系 这个就是我的凳子呢 都是一样的 你快坐下吧 这也快傍晚了 我们一起看蜻蜓 女孩呢 已经这样说了 我也不好继续再让凳子了 可是我本来就和女孩差不多高 坐在凳子上的话 难免又会显得与她格格不入 于是 我也索性从身后的榕树上 摘下几片大叶子 扑到了女孩旁边的空地上 一屁股就坐了下来 女孩看见了 刚开始有一丝惊讶 不过之后 又露出了天真的微笑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太阳渐渐的落下山去 晚霞染红了天空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等了许久 也没看见一只蜻蜓 或多或少 心里有一些失落 其实我更加担心的是 身旁这个女孩子 会不会以为我骗了她 没想到我还没有开口说话 她却先开口了 看来今天运气不好 蜻蜓们可能都去别的地方玩了吧 现在天色也不早了 我先回家了 对了 你家是在这附近吧 那我们明天约好 就在这个地方 我来找你玩啊 她仍旧笑莺莺的模样 我也笑了笑 点了点头 她见我同意了 便高兴地朝着远处跑开 边跑还边对我说道 那我们约好了呀 明天一起来这里玩 看着女孩 渐渐远去的背影 我才恍然发现 还没有来得及 问她叫什么名字呢 对了 我在村里 好像也从来没看见过她 真是奇怪 不过转念一想 她可能是城里放暑假的孩子吧 又或者是别的地方 新搬来这里的 哎呀 不想那么多了 等明天她来了 再问问就好了 我心想着 第二天下午 我早早地搬了两个凳子 来到这里 还是昨天和女孩 约定的那个地方 我坐在那里 等她 可是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直到天黑 我也没有等到她 难道是忘记了吗 我心里有点失落 毕竟谁会真的愿意 和一个自闭倾向的孩子 做朋友呢 当我要走的时候 身后一个熟悉的声音 叫住了我 我回头一看 正是昨天那个女孩 她的身后 还跟着一个大人 不好意思啊 今天和妈妈去了小姨家 现在才回来 我害怕你会一直等我 所以来找你 妈妈她不放心 所以陪我一起来了 女孩有些焦急的样子 原来不是忘记了我呀 心里的难过 顿时烟消云散了 没关系的 现在天也快黑了 我也准备回家了 那明天我们还约在这里吧 我一定不会迟到的 女孩斩钉截铁地说道 我点了点头 笑着对女孩说 便抱着板凳回家了 丫头啊 你刚刚和谁在说话呢 不是说有个小伙伴 在这里等你吗 怎么没看见她呀 女孩却不解 她刚才就在这里呀 女孩的妈妈 却是突然下的脸色发白 连忙牵着女孩 好使她离开了 第二天 女孩仍然没有赴约 她可能永远不会再来了 而那个许久的传说 再次在村子里沸腾起来 彩河的鬼魂又出现了 十年前 彩河为了捉一只蜻蜓 失足溺死在池塘里 这些年偶尔会有人 看见她的魂魄 还徘徊在十年前 那个池塘 不过 现在池塘已经变成了泥田 唯一不变的就是 池塘依旧还种着荷花 依然还会有蜻蜓 偶尔停在上面 过桥人 龙飞呢 是一个农村人 打小就大智 立志一定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拼命地学习 果然 皇天不负有心人 龙飞考入了镇上的一所重点高中 后来在市里找了一份好工作 工资泼风 打算接自己的父母 到城里去住 但是双亲以农村习惯为由 拒绝了龙飞的邀请 龙飞只是提出 希望父母来城里住 但是每一次都被拒绝 于是只好作罢 日子就这么不快不慢地过着 有一次龙飞接到家里人来了电话 说他九十多岁的奶奶 从二楼上摔了下来 然后呢 也没有人说伤得严不严重 就把电话挂了 这一头龙飞那一个急啊 从小奶奶就十分疼爱自己 出了这种事儿 龙飞的心里是七上八下的 当即买了返乡的车票 由于时间紧迫 龙飞的工作状态差 几次的情况搞错一次又一次 不由地担心起来 会不会赶不上车 但是呢 好在在开车前的半个小时 把工作完成了 他那天搭乘大巴到隔壁村 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大巴是最后一班的班车 半路还因为车子的问题 耽搁了半个小时 再要到达自己村的话 是需要经过一条十多米的石桥 这石桥呢 是上个世纪末政府给绣的 僵硬得很 安全性也很高 大水无法冲垮的 但是此时 站在隔壁村村口的前的龙飞 就愣住了 他看着前无出路的溪流 不由地就愣住了 在他的印象里 自己站的这个位置 好像就是那个石桥的位置啊 可是眼前什么都没有 这下子 可把给龙飞急的呀 没有了石桥 他要怎么回家呢 他着急的在原地夺步 想不出来一个好办法 但是他知道 因为为了方便村民出入 在另一个村落里 也有一座木桥 虽然说安全性不像石桥那么大 但供村民们方便出入 还是可行的 并不是龙飞不想往那边去 可是那个位置实在是太远了 距离现在站着的地方 足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农村的地方啊路也不平坦 很多地方都是弯弯区区的 要到那里还要经过一大片墓地 这个点儿 他可不想再往那边走了 可是 不往那边走 他也没办法回家 正当他在跟自己 做思想斗争的时候 他听到身后不远处 传来了 拐杖处在地上 发出的声音 他急忙往身后一看 就看到一个身影 由马路的另一头 缓缓地往自己的方向过来 这个时候呢 龙飞就有点奇怪了 在农村住的 他是知道的 农村人呢 都喜欢早睡 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人 现在都这么晚了 哪户人家 还舍得让自己的老人 出来外面走呢 想着想着 老人已经走到了 自己的跟前 而龙飞看清楚了 老人一身呢 穿着深蓝色的衣服 借着路旁微弱的灯光 那衣服的质量 看上去像丝绸 裤子则是黑色的 脚下还穿着 黑色的布鞋子 就像那种 只有死人才穿的打扮 头顶上还戴着一顶帽子 不过当时龙飞 可没想那么多 他一心想着 要赶紧回家 探望自己的奶奶 老人走到龙飞跟前 就问 小华子啊 这大半夜的 在这里干啥呢 咋不回家呢 龙飞一听 连忙回答 老人家 不是我不想回啊 说出来不怕您笑话 今天啊 接到家里人电话 说我奶奶从楼上摔下来了 我这不赶紧回来看看他嘛 可是 这石桥怎么就突然不见了呢 老人笑笑说道 哦 你说那个石桥啊 前阵子 被台风吹走了 也不用担心 走 这附近呢 还有另外一座桥 我带你回去 说完 老人就迈着攀山的脚步 往前头的方向走去 龙飞听完呢 心里大喜 那真是太好了 紧跟在老人身后 只走了两步 就看到一条白色的拱桥 呈现在眼前 那条桥是全白色的 没有一点其他杂色 看起来特别像电影里 那种专门给死人过去桥 投胎的那种纸桥 当时这龙飞就打了退坛鼓了 因为啊 他看到那个桥的质量 弱不禁风的 轻轻打个喷嚏 就能把他吹走 这碍于老人把自己带到这儿 想帮助自己回村里 龙飞也只好硬着头皮 上了 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当他脚踩到桥上 却发现自己看似 弱不禁风的桥 竟然坚硬无比 龙飞难以置信地用手敲了敲 很痛 老人又说道 快走吧 小伙子 家里人还在等着你呢 这龙飞回过神来 连忙过到桥对岸去 但跑到了对岸 回头过来想谢谢老人的时候 龙飞突然发现 老人的身影已经不见了 桥上空空的 也不容他多想 他头也不回地赶紧往家的方向跑 打开门就看到爸爸妈妈 还有奶奶 几个人一边有说有笑地 围着桌子打边炉 后来才知道 家人是因为担心龙飞的婚姻大事 想让他回来相亲 但龙飞那个脾气 绝对是不可能为了相亲这事回家的 所以家人就想出这么一招 让他回家的方法 龙飞知道事情后 虽然心里很生气 但是也知道 家人是为了自己好 也就算了 毕竟身体发肤 瘦之父母 家人还是得摆在第一位的 然后龙飞在家人的安排下 跟村里一个比自己小两岁的姑娘见面 可是 当他踏进姑娘家里的时候 他愣住了 因为在姑娘家的大厅的神台上 摆着一副遗像 而遗像上的人 正是那天晚上 帮着龙飞回家的老人 或许有的人会觉得 龙飞也许是看错 但是呢 会不会看错 龙飞的答案 是肯定不会的 因为老人给他的印象十分深刻 特别是老人嘴角下 那一颗黑色大痣 十分的显眼 而在自己相亲的姑娘家的 大厅的桌上 摆着那副遗像中的人 左边嘴角 就跟那天晚上龙飞见到的 那位老人 一模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命中注定 龙飞跟姑娘两人 是两情相悦 在那次相亲过后 半年就办了起事了 后来还生了两个 白白胖胖的双胞胎 十分的可爱 这世间之缘分呢 说不清倒不明 反正呢 该遇见的人 早晚会遇见的 不要急 柳树蛇 这乡下的怪事呢 好像特别多 自从我记事起 我所遇到的怪事 多多少少 也得有三四价了 有些事 随着时间的流逝 已经模糊 但有些事 却越发的清晰恐怖了 每当我想起来的时候 总是忍不住 汗一声侥幸 在我小的时候 那个村子里 有一株老柳树 那柳树就在我们村子口 柳皮上坑坑洼洼 要两个成年人 才能看看抱住 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看到那株柳树 我都觉得 身子凉嗖嗖的 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盯着我看 在我六岁那一年 我的老奶奶死了 一行人去出丧 那时候我们乡下人 对丧这种事情呢 很是看重的 尸体要放在屋里三天 出丧那一天 送葬的时候 走得不能快 也不能太慢 每到一个路口 还要向着周围的人 磕头表示谢意 一路上 吹屋挖子的 敲锣的 足足有十人之多 作为直戏亲叔 我自然也免不了磕头 这事情完了之后 回到家时 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 那时候我还小 对死这种事 也是模模糊糊 没什么害怕的 送葬完吃饭的时候 我便跟着我的两个小哥哥 出去玩了 我们三个在村子外 风跑了一阵 感觉有些乏了 我哥便提议啊 我们来玩捉迷藏 因为在村外 四周并没有墙 我只好爬到那棵 牢里有树上 闭着眼 数起了数 可没等我数多少 事情就不对劲了 有滴水滴到我脸上 一滴 两滴 怎么会有水呢 天气预报 没说要下雨呀 我有些纳闷的 抬起头 随后便待住了 如墨的夜色中 有两盏绿色的灯笼 在高高地挂着 照亮了周围枯黄的树叶 那水好像从树上掉落的 我拿手一抹 那脸黏乎乎的 一股子腥味 我已经记不清 当时自己做了什么 只感觉自己双腿一紧 裤子就热了起来 我怕得大哭起来 边哭边往家里跑 我爸当时呢 正跟几个叔伯喝酒 一听见我的哭声 赶忙跑了过来 看见我裤子湿乎乎的 还以为我掉河里了 我妈拿了条裤子 想给我换上 当着大家的面 就想拔我的裤子 我死死地按住她的手 说 那棵老柳树上有鬼 一听这话 我爸原本红熏熏的脸 立马就变白了 钻住我的胳膊问道 你那两个哥哥呢 还在村外 我爸领着几个叔伯就走了 留下我跟我妈在家看着 我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 我便被院子里嘈杂声 给惊醒了 我晃了晃身子问母亲 就怎么了 我妈说 你爸爸要去砍树呢 你个昨晚也被吓到了 一听这话 我赶忙爬了起来 这么好玩的事 我可不能错过 那我们一行人呢 就静止来到村口 先是几个老头 在那棵柳树前烧了纸 磕了头 最后两个年轻小伙子便拿着锯 架到了树上 可这奇怪的是 尽管锯了一段时间 那棵树却依旧威然不动 连点墨子都没掉下来 这一下呀 大家的脸色都变了 我大伯一把推开左边的小伙子 往手上吐了口唾沫 使劲拉起了锯 这磨得这树是 吱吱压压作响 像是粉笔擦在黑板上一样 惹人心烦 正当我觉得无聊的时候 我妈忽然捂住了眼 周围一片嘈杂声 我想挣脱看看发生了什么 我妈却不让 但透过指缝 我依然看到了 那棵树与锯的接触面上 有粘稠的血 在一滴滴的滑落 回到家后 我大伯显得不安 这时又有几个人说 早跟你们说了 那棵树啊 是不能看得里面住的鬼 一群人在屋里争论不休 却也没争出个所以人来 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问我妈 那棵树到底是怎么回事 里面真的有鬼吗 我妈犹豫了下 看我爸爸在家 便低声跟我说 这小孩子懂什么呀 娘告诉你 这世上没有鬼 那些鬼都是骗人吓小孩的 我就说 你撒谎我都看见那树流血了 我公妈那喊道 这一听这话 我妈赶紧捂住了我的嘴 慌忙地看着四周 好像下一刻 就会有什么东西破枪而入一般 简没事 我妈瞪了我好久 然后便跟我说了一个故事 他说那棵树是在他嫁回来之前就有了 没人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时候种下的 听你爷爷说 在他小时候 在他小时候一个小伙子喜欢上了一个姑娘 可是那姑娘的家人呢 嫌弃小伙子穷 就不让女儿嫁给他 两个年轻人一时想不开 就在那棵树上 上吊死了 后来呢就有人说 他俩的鬼魂就住进了树里了 听完后 我就眨了眨眼睛 有些纳闷道 娘 啥叫喜欢呢 能吃吗 我妈并没有回答 只是亲了亲我的头 抱着我笑了许久 后来我伯伯家里呢 接连死了好几头牛 牛肚子里的肠子 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啊 这好的牛肉却一点没动 我伯伯对此感到很恐慌 又到柳树前拜了几拜 杀了一只黄鸡 这事情呢 才慢慢过去 直到几年后的一道雷电 才把那棵柳树给劈倒了 那是我记忆里最大的一场雨 狂风暴雨是电闪雷鸣 连我家院子里那棵白羊都吹倒了 第二天去上学的时候 却发现原来昨天那场雨中 村口的柳树也被劈倒了 空气里散发着一股臭味 像是这个肉被烤糊了一般 我走过去一看 这才发现呢 这劈倒的树干上 原来还缠着一团肉 黑漆漆的 看样子倒像是一条蛇 我本想着细看两眼 却因为上课快迟到的缘由 就不得不离开了 回到家后 村里人都在讨论这件事 听村里老人说 那是条蛇精 想要画龙 却失败了 被雷给劈了 听到这儿 我只是笑了笑 毕竟我已经年纪不小了 现在回到村子时 已经见不到村口那株柳树了 每次我跟我女朋友说 这里曾经有棵柳树 里面住的一条大蛇 它总会一脸鄙视地看着我 说我骗它 树里怎么会住着蛇呢 我摇了摇头只是苦笑 是啊 树里怎么会住着蛇呢 如果那棵柳树还活着的话 那该多好啊 繁花 在很久以前 在四川某乡的村里 有个女人叫繁花 在她十五岁的时候 就被土豪给掠去 做了傻子的媳妇 在最初的几年里 繁花一心想着要离开 但是那一次啊 被捉回去受族人打的时候 她的傻子丈夫 却是拼命地将她父亲给推开 为她承受了最严厉的假发 傻子父亲 让手底下的人将傻子拉开 可傻子呢 死死护着繁花 哪怕身上被打得鲜血横流 傻子也不叫一声 死死地护着这身下的繁花 是泪水横流 想要将傻子推开 但是呢 一直不说话的傻子 居然开口了 媳妇 我死也要护着你 繁花被感动得是一塌糊涂 她终于再也没有想逃跑的念头 她失声痛苦地喊着 求求你们别打了 别打了 我不跑了 真的不跑了 此话当真 你要是不跑 就跟我儿子生个孙子 愿不愿意 这傻子父亲问着 皮鞭也在这一刻 从傻子的身上挪开 而傻子却是在皮鞭挪开那一刻 晕厥了过去 接下来呢 繁花每天去给傻子擦药 关切地问着 傻子 你真傻 可傻子却是黑黑地笑着 不管繁花怎么问 她都是黑黑地笑 傻子 你为什么只是笑 你能说话 为什么不说话呢 繁花再次好奇地问着她 因为这几年来 从来没见傻子跟她开过口 她也从来没听到过傻子 说过一句话 每天只是黑黑地笑着 对着花笑 对着树笑 对着所有的事物才笑 只是啊 对她父亲 对着族人的时候 她才会害怕地将笑容给收住 其实她不傻 她也知道害怕 害怕被打 害怕疼 当傻子身体逐渐恢复的时候 繁花以为命运给了她转折 她再次听到了傻子的话 却只是在梦里说的 她说 媳妇 你快跑吧 我爹要抓你去上床 你快跑吧 繁花拍着说梦话的傻子 眼角流出了泥 傻子 我不走 媳妇不走了 你睡吧 之后便陷入了一阵沉寂 这傻子病好以后 繁花也很高兴 她比划着 意思是快走吧 你快走 可繁花呢 依旧是摇头告诉傻子 说我要照顾你一辈子的 我不走 再也不走了 傻子没有再说话 跑到屋里 拿出一把刀 放在自己脖子上 一手指着外面 咿咿呀呀地说着 繁花虽然不知道 她在说什么 但知道啊 这是要让自己离开这里 她不清楚是为什么 傻子逼迫她也没用 又放下刀子 从屋里拿出一张画 指着上边的老人 又指着繁花 做出一个要抓的动作 可是呢 繁花没明白什么意思 她以为傻子告诉她说 老人要出来抓她 还问傻子 那个老人为什么要抓她 她已经决定不走了 傻子呢 再也没有进屋 只是坐在那 痴痴地望着天 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 这繁花也没有再去理她 继续做着家务 洗衣服 蝶被子 做饭 那一晚 傻子疯了一样 在家里的胡乱翻着 还被父亲打了好几次 直到很久之后 才睡下 繁花照顾了她大半晚上 想着明天还有家务要做 所以就睡下了 当第二天黎明来的时候 繁花感觉身边凉 嗖嗖的 她起身摸了摸傻子的身体 已经冰凉了 她颤抖地将手放在傻子的鼻息间 已经没有了呼吸了 她吓得惊叫一声 忙跑出屋外大喊 我丈夫死了 我丈夫死了 快来人哪 这傻子的葬礼呢 举办得很简单 当繁花回到屋里 收拾遗物时 却发现床头放着几张纸 都是剪过的 这几张纸 放得很凌乱 有老人画 有画 有女人 还有一张床 还有钟馗 这些呢 看似一点都不搭边的画 剪辑之后放在一起 虽然看不明白 但是只要将其组合起来 繁花看清楚了一个意思 繁花 你走吧 我爹要捉你上床 在我死了以后 繁花终于读懂了傻子的意思 也终于知道 他在临死前做的那些举动 看了这些 繁花不禁煽然了一下 傻子 我生是你的人 死是你的鬼 果然不久之后 傻子的父亲便迫不及待地 将繁花推到床上 企图要强占他 但繁花在躲避了一阵后 摸到了剪子 他逼着傻子父亲 不要乱来 傻子的父亲黑黑笑着 哎呀 儿媳妇 我儿子都死了 那傻子死了 你跟我吧 我们俩生一个儿子 绝对是聪明的儿子 来吧 儿媳妇 繁花剑反抗无用 她将剪刀猛地朝自己的脖子插去 顿时是血流如注 身体缓缓地软了下去 繁花在失去意识那一刻 仿佛看到了傻子的笑脸 仿佛看到了傻子死死护着她的时候 任凭提鞭怎么抽打 她也没支过一声 没叫过一声疼 从那一刻起 傻子是爱她的 她也爱上了傻子 虽然她不完美 但她懂得保护自己的女人 当意识消散之后 一阵光芒笼罩了繁花 她的身体变成了许多香花 飘散在屋子的每一个角落 又飘散在了屋外 随着风而远去 花儿落在了一棵树下 修风吹起 翻起一阵沙尘 最后她合着那张叶子 长埋在了地中 来年这棵树长满了新枝 又开放出了美丽的鲜花 繁花的所有变成了花儿 在花丛中变得最漂亮 此时一个背着书框的赶考少年 在花儿前停下 微微蹲下身子 嗅了嗅 多美的香花啊 我似乎打开了几十年的心结 谢谢你 在这花丛里 绽放出你最耀眼的花色 释放出最美的花香 繁尘风吹 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要不就叫繁花吧 来年我们再见 谁曾想 那花似乎摇曳了一下 不过少年却起身走了 他要考取功名 天机子 我已经十七岁了 在我年轻的时候 村里来了一个青衣郎中 住在村西头的一间破房子里 青衣郎中的医术很高明 为许多村民治过病 百发百中 药道病除 村民呢就很感激他 整理屋子 邀请他入住 都被拒绝了 有人问青衣郎中 怎么称呼 他笑着说 我叫天机子 于是呢 人们都尊称他为 天机子道长 天机子道长 早上替村民看病 吃过早饭 就跨着搭连 拿着斧头 去山上挖药 到了晚上的时候 天机子会坐在一把椅子上 给村民们 讲一些道家的养生术 村民都是一些大老粗 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 又怎么听得懂 天机子道长的养生术呢 不过 就算村民听不懂 他还会不厌其烦地讲 大家相处的时间长了 有的村民呢 就跟天机子说 哎 道长啊 你医术那么高 除了医术 你会神仙术吗 天机子就哈哈笑着说 神仙术倒是不会 就会一点点天机术 不过 都是雕虫小技 上不了大雅之堂 这村民呢 就得寸进尺 说道长啊 我们都是一些山野村妇 没见过什么世面 更别说天机术了 哎 道长啊 你能不能弄个天机术 让我们这帮山野村府 开开眼呢 天机道长又哈哈笑着说 哎呀 既然乡亲们这么抬举我 我又怎么能扫了大家的雅兴呢 不管啊 晚上太黑 看不清楚 不如这样 等明日天亮 你们再过来 我略识天机术 让亲戚们开开眼 第二天 天机子道长 要表演天机术的消息 在村里传开了 村民们像潮水一般 涌向道长的小屋 天机子让大家围成一圈 自己则坐在人圈的中间 摆了一张桌子 这桌子上 放着一个大木箱 天机子道长 哈哈笑着 对乡亲们说道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鞋子上树的法术吧 这围在前排的村民就笑了说道 道长啊 这里又没有树 你怎么表演这鞋子上树啊 道长哈哈笑着说 既然没树 我变出一棵树来 不就可以了吗 天机子道长一屁股坐在地上 抬手把腿上的绑腿绳解开下来 他从木箱里拿出一把漂亮的剪刀 把绑腿带的一头剪开 然后对着绑腿带 鸡里咕噜说了一阵 话音刚落 那绑腿带竟然像人一样 忽然就直立起来 天机子道长围着圆桌走了一圈 那根直立的绑腿带 就跟在他后面 也走了一圈 天机子道长忽然转过头 怒瞪着直立的绑腿带 就骂道 你这个不听话的东西 我让你变成一棵树 你竟然跟着我走 看我打断你的腿 说着呢 把直立的绑腿带按倒在地 抬手就是一阵猛揍 天机子道长助手 又对绑腿带说道 再不变 我还揍你 这绑腿带似乎很害怕 立刻旋转起来 越转越快 忽然一道强光闪过 大家急忙闭上眼睛 当大伙在睁开眼睛的时候 那条绑腿带 已经变成一棵参天大树 熊啾啾气昂昂 挺立在人圈的中间 村民们傻了眼了 要不是亲眼所见 打死也不会相信 世上竟然有这么稀奇的事 天机子道长见乡亲们都傻了眼了 呵呵一笑 大声说道 乡亲们 精彩的还在后头呢 乡亲们都回过神来 伸着脖子就问 哎 道长啊 你还有什么更精彩的法术 赶紧弄出来让我们开开眼界 天机子道长们依旧笑着说道 乡亲们啊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要看精彩的天机术 咱们慢慢来 天机子道长走到大树前 对着大树说道 我要表演蝎子爬树的法术 你全身都是叶子 乡亲们也看不到啊 依我看 你还是把叶子都落光了吧 话音刚落 只见满树的叶子 就酥酥地往下落 不到一盏茶的功夫 叶子全部落了个精光 天机道长看了看 十分满意地说 不错不错 真是听话 天机子道长走到桌前 打开木箱 从里面取出一双绣花鞋 这时有一个找茬的村民就笑着说道 道长 还是用咱们的鞋子吧 你拿的是女人的鞋子 咱们不喜欢看 说完呢 就把脚上的鞋子脱下来 丢给天机子道长 天机子道长一抬手 切住了鞋子 闻了闻 做出一副奇怪的表情 就说 哎呀 好臭的鞋子 好几年没洗脚了吗 这乡亲们听完呢 都哈哈大笑起来 丢鞋子的那个村民 羞得是满脸通红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天机子道长 拿着那双臭鞋 连续做了几个奇怪的表情 才激里咕噜念了起来 大家伙呢 也没听清楚道长念的是什么 天客 只见那双臭鞋 忽然从道长手上跳了下来 很有节奏的 走到那棵光溜溜的树下 停住了 天机子道长走过去 大声说道 臭鞋子 当着这么多乡亲 你还是不要出我的丑啊 否则我用鞭子抽你 那双破鞋依旧停在树下 一动不动 天机子道长得非常生气 走到这木箱前 从里边拿出一个长长的鞭子 走到鞋子面前 就是一顿猛臭 那臭鞋子终是称不住了 围着光秃秃的树干跑了起来 就是不上树 天机子道长啊 这脸都气绿了 围着树干 追着臭鞋子打 追打了三圈 臭鞋子终于沿着树 一丁点一丁点的往上爬 显得十分的疲倦 天机子道长拉长了脸 大声就呵斥道 爬快点 要不然我还抽你 那双臭鞋呢 显得很害怕 加快了脚步 大约一袋烟的功夫 臭鞋爬到了树顶 天机子道长对着臭鞋说道 赶快从树上下来 扑通一声 臭鞋直接从树顶跳了下来 跑到他的主人身边 这时 天机子道长哈哈大笑 希望刚才的雕虫小技 能给大家带来快乐 说着 对那棵光秃秃的大树 比划两下 那棵大树忽然变回绑腿 天机子道长捡起绑腿 重新绑在腿上 第二天 一直没见到 天机子道长的身影 乡亲们觉得不对劲 就跑去小屋一看 里面是空空如也 这件稀奇古怪的事呢 虽然已经过去了 几十年了 但是每次想起来 总觉得 好像是发生在昨天 石河 老林夫妻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人 居住在一个鸟不拉屎的 小穷山沟里头 就靠着种几块田地 养几只鸡鸭肚日 有时候呢 会采一点像是蘑菇 山核桃什么的 去村里几十里之外的城镇大吉上 去卖 换回一些生活的必需品 这日子呢 过得是金金巴巴的 但是每天的工作 却又很多 有点让夫妻俩呀 苦不堪言 每当累得腰酸背痛的时候 两人就在想 这要是有个一儿半女的 帮着老两口 分担一下多好啊 可惜呀 这两口子结婚了好多年了 也不知道是谁的原因 一直没有孩子 这眼看着夫妻俩的岁数呢 越来越大 于是两人就商量着 不如通过一些特殊渠道 买个孩子吧 也好等他们百年之后 有个养老送终的 于是乎 老林夫妻就四处托人 花光了家里 这么多年来的所有积蓄 还真买了一个 虎头虎脑的大胖小子 虽然花了不少钱 但是两口子 看着这孩子这么可爱 也觉得呀 这钱花得值 寒来暑往 孩子在老林夫妻的 悉心照料中 渐渐地长大了 可是长大之后 夫妻俩就发现 这孩子和其他孩子 有些不一样 首先呢 就是他的长相 在慢慢地发生着 特殊的变化 让人看到孩子第一眼 就会觉得 这孩子脑子肯定有问题 事实呢 也正是如此 这孩子一直长到了13岁 还说不出一句 完整的话来 四肢行动十分地不协调 这走起路来 是摇摇晃晃 随时都会跌倒一样 这样的他呢 根本就帮不了老林夫妻做任何事情 不仅如此 还要靠夫妻俩照顾着 这本来生活就很接据 没想到又花钱 没想到又花钱买了个活祖宗 都养这么大人了 找人贩子退货 肯定是不行的 这个傻小子 算是砸手裂了 整天不干活 还得有人伺候着 傻小子变得越来越傻 身体却是越来越壮实 不过那只是银样辣枪头 这让老林越看越厌恶 感觉自己花了冤枉钱 心中的这份郁闷 无处发泄 就全部发泄在这傻小子身上 经常被老林打得是遍体鳞伤 由于不会说话 孩子只能发出凄惨的叫声 让附近的村民 还误以为是狼在叫唤呢 虽然如此 到了最后傻小子 还是被老林赶出了家门了 毕竟一起生活了十几年 老林对傻小子也有点感情 喊了几个粗一点的树枝 压上几捆稻草 算是给傻小子盖了间房 还给他留了一个铁石饭盒 让他吃饭用 高兴的时候呢 会给傻小子送去一点吃的 有时候忘记了 傻小子只能饿着肚子 这有好心的邻居看到了呀 也会给傻小子一点吃的东西 不过一来二去啊 也没有人再管他了 忍机来饿还不算可怕 还有更可怕的就是病 傻小子身上啊 有好多被养父 老林打出来的伤口 还没有彻底痊愈 加上夏天蚊虫叮咬 居住的地方又失潮不堪 一些伤口就开始发炎溃烂 连吃的都没有给他送了 更不会有人去啊 给他看医生 傻小子只能默默地忍受着 这些痛苦的折磨 有时候忍不了了 就会发出啊 很凄厉的叫声 引得全村的狗都在叫 有时候夜里啊 也会叫的 吵得全村人难以休息 街坊四邻算是恨死这傻小子了 很多人都盼着 这小子啊 赶紧早点死了算了 可这小子却天生命硬 身上的皮肉已经烂了将近一半了 没有吃的 甚至啊 将周围的草都吃光了 依旧顽强地活着 奈何不了这傻小子 邻居们呢 就去找老林 谁让老林是他的养父呢 次数多了 老林觉得烦 就想出来一个十分恶毒的办法 已经快一个月啊 没有给这傻小子送吃的老林呢 这天竟然破挑荒地 给这傻小子买了半斤猪头肉 还从家里带了两个玉米面饼子 给傻小子吃 已经好久没有吃到正经失误的傻小子 狼吞虎咽的几下 就将这猪头肉和玉米面饼子 给吃完了 满足地躺在自己的小草屋之中 突然 腹部传了一阵脚痛 让傻小子的身体 开始抽搐起来 嘴角也流出了大骨的白沫 没超过三分钟 这傻小子啊 终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原因就是老林在猪头肉上 撒上了农药 这样一个人死了 大家除了感觉消停之外 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甚至有人猜测 是老林害死了傻小子 也没太在意 感觉这样的人就是死有余辜 当当当当当当当 几个小孩正将一个铁石盒 当成玩具一样 争抢着踢来踢去 玩得不也乐乎 小气得老林觉得那石盒还有用 就赶走了那穷顽皮的小孩 把石盒捡了回去 看这石盒有些脏了 就到水池边呢 清洗了一下 谁知道第二天 村里就发生了 集体中毒的事件 几个村妇 在河边洗衣服回来之后 莫名其妙地 就中毒身亡了 紧接着 就是他们家里人 也接二连三地死去 他们的死亡 实在是太诡异了 村里人大多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 一个个迷信得很 怪事一发 马上就想到了那个傻小子 都说是那傻小子 回来报复村里人来了 这接二连三死了这么多人 整个村里都是人心惶惶的 为了让这样的惨剧不再发生 就请了一个先生来村里看看 是不是惹到哪路鬼神 来报复村民了 老先生来到之后 仔仔细细地在村子里 转了一圈 最后告诉村民说 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人 离奇中毒死去 就是因为村子的河水里面 有一个冤死的亡魂 跑回来报复了 想要解决掉这件事 就必须找到这具亡魂的尸首 当初傻小子死后 尸体只是随便挖个坑就埋了 现在也想不起来埋在哪里 先生说可以通过死者生前用过的东西 来找尸体的位置 于是就用了老林讲回来的石盒 这时候老林才想起来 这个石盒不就是当初傻小子吃饭那个吗 怪不得这么眼熟呢 有了石盒 先生很快就确定了傻小子被掩埋的位置 正准备带着大家去寻找的时候 老先生突然眼睛一闭倒在地上 浑身抽搐 没几分钟就一命呜呼了 当初毒死傻小子的猪头肉 就放在这个铁石盒之中 傻小子又是被养父陷害 含冤而死的 于是呢 就将恶念寄托在这石盒上 当石盒出现被人接触的时候 报应也就来了 这为何老林却平安无事呢 因为恐惧比死亡更可怕 后来村里人又死了几个 直到老林疯了那天 死亡事件才没有继续发生